minne 作詞 作詞 我們現代人有個情況就是很怕刻 如果我們進入了一間房間 房間如果沒有燈 只有微弱的光線 我們每個人都會很著緊 到處找燈祭 快點啪著燈祭 讓我們可以看到清清楚楚 《以弗所书》中有句话很特别 是说心中的眼睛 原来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除了眼睛之外 心里还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心中眼睛 甚至乎在经文里 他说了三个何等的浩大 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子梦 是因为我们有心中的眼睛 原来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在一些微弱的光线里面 只要我们愿意等一会 我们的眼睛会慢慢适现那种黑暗 慢慢我们看到的东西一点一滴 就会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不一定要很光残残 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 不过我们现代的人 在困难里面 在很多风暴里面 我们第一时间就想求神马上把那些困难拿走 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 跟着点 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耐性去等待 没有耐性去看 其实神所预备的恩典和天使 其实一早就已经在我们的面前 只要我们有少少耐性 我们就会看得见 其实已经一早为我们预备了 让每一步 能够可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不是我们的心意里面 来走下去 其实我们需要有心中的眼睛 是要用我们的信心 让那种令人不舒服的黑暗 不舒服那种的感觉 一点一滴 慢慢地 来给时间留走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看见 原来天使和天君 一早已经在我们身边 我们里面所有的力量 是比外面的 其实是更大 弟兄姊妹 在疫情里面 在很多的变迁里面 人有很多的无力感 所以我们经常都呼求 但有时我会想 在我们呼求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时间能够安静一下 就像刚才所说 让我们心中的眼睛 慢慢地适应 我们要看见的 是上帝给我们的指望 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 好叫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更加知道 原来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同行 祂的足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原上帝鼓励我们 保护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